來看到蔡總統的博士論文是否存在 這個爭議已久 那麼蔡總統馬英九就爆料說 蔡總統的論文是連倫敦政經學院都說沒有 這也代表她的論文不存在 而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之前說到澳門這個酒店戴小姐 開房間的這個影片是假的 不是她本人 但是刑事局的鑑定報告卻很打臉她 蔡英文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 證明始終拿不出相關資料被當機密 在教育部封存30年 在哈佛念博士的馬英九大爆料 倫敦政經學院已經正式的公布 沒有蔡總統的論文 代表她的論文是不存在的 我在競選連任那一年 我的對手就是蔡英文 倫敦政經大學請我去演講 結果她反而沒有去 我就覺得很奇怪 她是母校的學生 為什麼不去呢 這件事情發生我才知道 她根本就不是那邊畢業的 馬英九這一質疑 總統府馬上跳腳發聲明駁斥 稱蔡總統的學位 校方官方網頁都能查到 跑紅馬英九為助選造謠令人遺憾 會這樣講 馬英九一定也有她的訊息吧 教育部要給她什麼 封存30年不准她看 這也很奇怪 一個論文有那麼了不起嗎 是多麼嚴重的國家機密嗎 那蔡英文為什麼不去把她的老師 把她的同學全部都找出來給大家看呢 還是蔡英文 你根本跟你老師也不熟 跟你的同學也不認識嗎 到底是誰心裡有鬼 拿不出證據的不只蔡英文的論文 鄭文燦之前被爆出澳門酒店戴小姐的畫面 鄭文燦強調影片造假 引代理的人不是她 但刑事局鑑定開放影片 結果出爐卻說 無法判斷身位可能 換句話說 根本無法確定這影片有被造假 哇塞 刑事局你怎麼推坑推成這樣 鄭文燦很尷尬 所有的桃園人都知道她的前市長走路像什麼樣 如果身位能夠模仿到這麼細緻的話 哇 那這個技術真的是很精良 呼籲這個鄭文燦 趕快要把自己的影片認證 還你自己的清牌 有趣的是蔡總統的論文 被封存三十年不給看 鄭文燦被爆抄襲的論文 也被報祕不公開 兩個人的相同點 恰恰都是找國家保護自己的資料 真相卻拿不出來 記者先用路離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 好 鄭文燦疑似開房間的影片 被刑事局的鑑定 說無法判斷生畏可能 翻成白話文的意思就是 無法判定影片被偽造 那麼立委王鴻威直言說 國家機器不敢背書囉 最近狀況我們把時間交給陳佑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過去疑似跟女生 優惠開房間的影片 在網路上面流傳 那麼針對這件事情 鄭文燦第一時間的說法 是這個影片年代久遠了 而且有經過剪接 但是大家不相信 所以希望法務部來調查一下 看看這個影片到底有沒有經過剪接 昨天刑事局給了一個回應說 無法判斷生畏可能 等於說沒有辦法證實這個影片有被偽造過 那如果刑事局都給出這個說法 結果鄭文燦一開始還說這個影片經過剪接 似乎彼此之間的說法談不攏 立委王洪威就直言 現在連國家機器都不敢幫忙背書了 來聽王洪威的回應 所以中正一分局的說法是說沒有辦法確定他有身為的可能 那我覺得他這種講法事實上是繞圈子的講法 事實上我們翻成白話文就是這個影片沒有辦法說他是假的 那所以這個影片就不如並不是像鄭文燦所說的這是有經過變造或偽造的影片 因為中正一分局經過一再的見識之後 沒有辦法說這是一個被身為偽造的一個影片 好所以呢 現在這個球就回到鄭文燦來了 那鄭文燦他現在在提告 好而這個影片又不如他所說的是被偽造過的影片 那鄭文燦他現在只是就是很多就是像這樣打死不認而已 但是這個影片如果不是假的 請問一下這個影中人還有林國春議員所指涉的 他有去澳門接受花酒這些事情 整個的兜竄下來 鄭文燦你還好意思坐在副院長的位置上嗎 好我們可以聽到王洪威就說 那現在球就是回到鄭文燦身上 所以鄭文燦是要繼續粉飾太平嗎 同時呢王洪威也直言 鄭文燦已經不適任副院長 他該請辭好好來站清白了 以上我們今天節目的國會最新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他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口 很快HEN購健康 沒問題購健康 我已經沒有問題購健康 但是我已經不能再去 對照片 改為社交通案 不可以 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